扛把子孫鴻 縱橫演藝圈近四十年 扛過無數心風邪雨的新聞事件 散盡家產舊獨子 暗夜入相規搞曖昧 老婆長輩圖遭網友酸暴 猶如猛虎過關斬將的她 今天能扛過交妻團的猛烈質疑嗎 剛剛大家對妳那句話很好奇 說老婆的脾氣妳扛不住 怎麼會呢 其實迪姊的脾氣是平常沒有脾氣的 她一發起來就不用了 因為解決不了 她就是發脾氣 那妳不會跟她硬碰硬 她就上火了 因為妳脾氣也沒多好 我 可是男生本來就應該要反省 如果女生脾氣不好 或是老婆開始罵妳的話 妳要反省妳是做了什麼事 讓迪姊姊那麼不高興 為什麼每天讓老婆不開心 對 有一個開開心心漂亮的老婆 這才是老公最大的成就感 如果妳老婆每天板著臉 對 那這就是老公的問題 而且老婆我們喜歡每天在家裡 當怒吼的人嗎 我們也不喜歡啊 當然 都是被惹出來的啊 對不對 妳想如果小孩子教不好 妳每天在那邊跟我說 不要動 不要吵 就是小孩子沒教好嘛 如果小孩子教好的話 媽媽當然就可以很優雅 對 那老公也一樣啊 讓老婆開開心心的 那就是老公的問題 你們家都是迪姊惹妳生氣 還是妳惹她生氣 通常都是我惹她生氣啊 真的 那當然妳要反省啊 可是 不是 彭彭 彭彭妳這樣子 妳要反省啊 對 那妳已經生氣了還有什麼好反省的 就是接受處罰就好了 那迪姊生氣的時候 妳都怎麼安撫她 對 都怎麼安撫她 我通常就是 這個 等她發落 因為那時候很僵嘛 我腦袋裡就想 一個月以後 妳應該可以給朋友去騎車 我就腦袋裡都想這些事情 但是表面上我就 一副那種對不起的樣子 其實我心裡在規劃一個旅行 然後 那迪姊姊她又很單純妳知道 她看到我那個 一副很道歉的臉 焦慮 對 她說 其實我不是在反省 我在規劃我的旅行 她在煩惱的旅行 好壞喔 規劃你的旅行 但是她看妳專注 對 她就以為妳在真心的懺悔 我的臉就是這樣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彭哥是那種很會裝可憐的 對 有一種先生就是很會裝可憐 好像自己是受害者 明明就是他不是受害者 但是他會裝 對 我老公也是會這樣 我老公跟彭哥一樣射手座的 射手座的 不要再用星座 射手座 套在我們頭上 對 真的 射手座 我永遠不覺得星座是準的 十二星座 地球有多少億人是男生 合理嗎 不合理 對嗎 沒有燃腳架 你明明說星座很準 坐過來 你明明說星座很準 請下 這個小孩的教育 其實爸爸做爸爸也要扛起來 你在家裡扮演這黑臉 因為後來的媒體有點指責說 好像是不是媽媽太過寵愛小孩 以至於有後來發生了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帶小孩 跟以前爸爸帶我們 是不一樣的環境 我們要與時俱進 我們現在真的要跟小朋友做朋友 爸爸媽媽要輪流當這個黑白角色 大家才會沒有壓力 你不能永遠就是說 我永遠唱白臉 迪姐永遠在處罰小孩 那她從小的心靈就是說 媽媽怎麼一直打我 那爸爸對我比較好 她就有一個區別 但是如果說 爸爸媽媽因為事情 小朋友犯什麼錯 我們要講好怎麼去教育她 有時候是我來跟她講的 有時候是迪姐修理她 有時候是我修理她 你必須要處理事情 而不是把事情鬧大 就有側面的了解了 我看的話因為我去孫孟家 那時候看到她 那時候還小 小學二 三年級吧 你可以看到她在孩子前面那種 驕傲感 就是兒子長得又漂亮 又英俊又禮貌 又讀了很好的學校 我就看到孫孟臉上那個是 父親的驕傲 事實上他們家 其實教育小孩都是迪英姐在教育的 所以沒有膩愛 媽媽比較嚴厲 也非常嚴厲 反而孫鵬跟小孩 是非常地朋友方式 爸爸變避風港了 可以這麼說吧 我側面的了解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覺得 小孩子的教育 缺一不可 不能沒有爸爸也不能沒有媽媽 所以我真的不建議所有的 我不管其他國家 台灣的男生 只要把人家娶回來 再怎麼樣就要把人家照顧好 不管什麼事情 有話好說 不要動不動就把離婚掛在嘴邊 那個是最不是男人該做的事情 帶小孩其實也是兩個 兩個父母的這種責任 帶小孩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我現在聽彭哥這樣講 好像就是他 就是像我現在跟我老公遇到問題 就是爸爸都只要扮白臉 不扮黑臉 所以我很辛苦 因為黑臉不好扮 後來我心裡也會疼 所以我就想問彭哥說 我們就是爸爸你要怎麼罵小孩 就是你的教育 其實我也罵不了小孩 我們家黑臉都是我老婆 對啊 其實小孩子不要用罵 用聊天的 可是你要有足夠的時間 才有辦法 而且你要看小孩子幾歲 幾歲小孩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尤其是女生 女生你要修理他 你一定要輕聲細語 好像在安慰他 其實默默的就已經在教育他了 我覺得爸爸做不到教育女兒 因為 你老公不太耐煩了嗎 不是 只要女兒一憋嘴的時候 他就說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爸爸錯 明明是女兒錯 所以我覺得爸爸就是 完全就是對女兒下不了手 那就是要你來教育 因為爸爸心太軟 那為什麼又遇到媽媽同事 以後的女兒長大都會遇到壞男人 你說如果他心太軟的話 對 爸爸對女兒如果心太軟 那個女生以後遇到的男生 怎麼說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只要男生寵他 他就會 他就會信任這個男生 他就越來越信任 他就看不到這個男人的真面目 那如果爸爸一開始就說 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是不行的 你這樣子就是錯誤 但是用講 不是大聲 女兒就會聽進去 就是說男生也有 不是只有溫柔的一面 男生也有嚴厲的一面 可是當男生對你嚴厲的時候 那是講真心話 但是騙子 往往都不會對女生嚴厲 對 嚴厲 你一直這樣子 一直這樣就把你拐走了 拐走了 玩完以後就賣丟了 要不然就送急診室 能活出來就是活得死掉 就死在急診室 恐怖情人 那社會不是都這樣子 當女兒從小習慣爸爸甜言蜜語 她長大以後 她就去找這種甜言蜜語的 對 人世間男人只要甜言蜜語太多 都不是好男人 這是合理 我是滿同意彭哥講就是 爸爸媽媽其實應該要站在一起 一條線 對 你不能說 我就是當白臉 你就是當黑臉 其實這樣子孩子很聰明 他從小就會知道說 我今天藥堂吃 我就找媽媽 或者找爸爸 其中一個是白臉的 可是我做錯事 我就會滿另外一個黑臉的 其實小孩都很聰明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在教養上面 就算你們有不同調 老婆在處理的時候 也不要出聲 因為你在那邊說 好了 不要打的時候 孩子有可能會哭得更大聲 因為他知道說 我這個時候裝可憐 另外一個人會救我 可是久了以後 就會造成孩子很反覆的個性 他就是做錯了不敢講 可是 做錯了還會裝可憐 其實就很不好 而且就是一定要很早的彼此教育 我要跟老婆講好 是不是老婆已經懷孕了 對 我們好像小孩子來臨了 我們這時候不是說 只有開心 肚子越來越大 正點 健康正點 不是 小孩子為什麼在肚子十個月 就是讓你父母趕快討論 以後怎麼教育他 不是讓你每天看這個 像氣球一樣大 老婆是跟我們來聽聽開音這樣 對啊 哪有這麼快樂的事情 其實我很想問朋友 因為朋友剛剛講了那麼多 就包括你跟迪姐的教育方式 那自從安佐就是這件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對於他的管教方式 你有曾經後悔過 或你覺得哪邊可以更好 我很想問朋友 因為朋友剛剛講了那麼多 就包括你跟迪姐的教育方式 那自從安佐就是這件事情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對於他的管教方式 你有曾經後悔過 或你覺得哪邊可以更好 或你覺得其實這樣也不錯的地方嗎 有 我這幾年我想了很久 而且我到現在還在不斷地微調 因為他現在 他一天比一天大 事情發生的時候他才未成年 我們對小孩子的創意 我們不能抹煞 小孩子的創意很重要 他們想要 爸 我跟你講我想做什麼 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無傷大雅 讓盡量讓小孩子發揮他的創意 如果他一開始想要幹什麼 不行 那個危險 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 這個小孩子就沒有 就沒有創意的人生 那我經過這兩年我想這個事情 我覺得 當然啦 我還是堅持小孩子的創意 跟他們的自己的發展很重要 但是也不能過度地信任小孩子 去做決定 做的決定 因為或許他說得出來 但他做不到 對 當他說得出來做不到 那時候事情發生了 就必須要處理了 那至少至少 到目前為止 安佐的改變 跟我跟他的溝通已經不像以前 我也會跟他講 我為什麼要現在跟你 有時候很嚴肅 因為你是一個男人 你要有負責任 你要對社會有責任感 不是像小孩子 想要怎樣就怎樣 你的一言一行 大家都在看 社會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的道德標準也不一樣 不要自認為我沒怎樣 我又沒有妨害到別人就可以 No 不一樣了 時代不一樣 因為這個事情 你不跟小孩子很嚴厲地告訴他 你走出去 你就是一個大家都不認識 大家都公平的人 走在路上大家都公平的人 沒有誰大誰小 所以不要異想天開 覺得自己可以怎樣無所謂 孫鵬 我說你四個字 是 真的 我有這個感覺 謝謝 沒有 其實 其實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這個話是真的很有用 而且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個年紀 打掉重來 整個家庭重新走新的方向 是運氣很好 不簡單 是一種幸福 不簡單 家庭觀念整個完全打破 然後又重建 經過那個事件 當然那個事件當時是很煎熬 沒錯 可是經過這個事件以後 家庭的零零距離 就不是以前可以比的 其實這一路走來 我們其實 還是如履薄冰 因為 我只跟安卓講四個字 謹言盛行 我說真的 當時孫鵬 就是安卓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他 我們很關心 可是孫鵬把他自己封閉起來 跟外面就是 很奇怪 斷掉聯絡 後來朋友圈都很納悶說 你也好像拒絕大家的關心 後來我了解他 他不是拒絕 而是怕這樣變複雜了 萬一中間傳話 傳話怎麼樣 可能對這個官司有什麼影響 他又遠在國外 他又人生地不熟的 後來我好不容易給他撿去 他才回 隔了滿久才回 你放心 我都很好 沒事 但是我就看電視上 就只能從電視上看到他的 這個狀況 我看孫鵬的頭髮也白了 然後一臉憔悴 我們在台灣看得好心疼 可是我知道說 夠人做也夠人搭 你這個時候不去挺他 你怎麼辦 但是我一定要講說 你放心 我覺得 這事情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還好這事情有很好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孫鵬 不禁是部長一致的 其實事情發生的就是 這兩個字沒有別的好講 然後大家怎麼講 我就隨便 你們要在台北 把我北投的家給炸了 我也無所謂 反正我現在就在美國處理事情 我們一家三口在哪裡 哪裡就是我們的家 其他都不重要 那我這些好兄弟好朋友 也不哈啦 就是 一兩個月處理中 處理中 我說你們看到消息 我登機的時候 那就是我回去了 中間都是處理中 就這樣子 這麼簡單 真的是很多經驗 可貴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所以彭哥對 不管是教育 還是對太太 對夫妻之間相處起來 有很多不同的智慧 我要再次謝謝彭哥跟曹哥 是 謝謝曹哥 特別彭哥 真的不上別人的節目 今天上我們節目 還幫我們分享這麼多 對 希望大家在婚姻這條路上 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 是 然後長長久久 大家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很簡單 就是過日子三個字 過日子 每天把日子過好 就過日子了 你不要為難自己 也不要為難另外一半 因為你們在一起是 自願的 沒有人強迫你們在一起 好不好 好 再次謝謝 彭哥 謝謝曹哥 謝謝 教訓團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想PO就PO 說什麼都沒用 誰 我好像知道這個是誰 這是誰 這是我 我的 當時是什麼情境之下 應該說 這個故事可能要回到就是 當初我在美國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我那時候出事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官司 其實到台灣都 還在繼續進行 而且台灣不斷地擴大 而且還抹黑扭曲 就是 對 那個檢察官真的是 就是 很喜歡扭曲我 這樣 反正是題外話 反正重點就是 這個我不變那個 因為我怕到時候 你怎樣 被潑到水這樣 然後呢 對 反正回來的時候還是 官司在台灣還是繼續進行 所以 我的爸爸其實就很擔心說 我可能因為我的社群媒體 那時候也很受新聞媒體的關注 所以他們就會希望 我不要PO可能有關 像軍事類的東西 軍事樣子 對 然而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就算我在台灣 PO軍事的東西 我也不是PO什麼違法的 我違法的 我也不會PO給你看 對不對 合理嘛 所以那個時候 好比說 我可能回來的時候 我有一支影片 很早以前 就在我自己YouTube頻道上 就已經有上了 是一個火焰噴射器影片 我爸就一直說 兒子 你可不可以把它拿掉啊 我說 他就說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你就不怕什麼新聞亂寫 然後你可能會影響到 法官想什麼 我就想說 新聞寫又不是今天才開始寫 然後多久以前就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現在還要叫我拿掉影片 這很奇怪 對啊 或者是我可能去 打個生存遊戲什麼的 就是很像七蛋的東西 類似的東西 他可能都會希望我不要PO 就是照片 或者跟別人合照 所以說你去的時候 你記得不要讓別人知道是你 你那個面罩口罩戴好 我說有必要這樣嗎 對啊 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是 沒有 奇怪 其實這個安佐 其實因為我跟他爸爸生 我是他爸爸的學弟 其實我覺得 我相信你也知道就是 爸爸和媽媽為了你付出了很多心力 跟金錢這些東西 好不容易現在回來 可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可以站在一個 也為父母親想的角度上 他不希望自己這個事 兒子的這個事情再次發酵 因為台灣的層次 跟國外的層次又不太一樣 很多人會藉題去發揮 因為有些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可是他就會被誤判為那個情勢 那說真的其實如果今天是我 如果是你 也許剛剛那個 玉玲哥已經講了 他說我比較老派 其實我會拿掉 因為我會覺得說 為了讓爸爸媽媽 他們不要受到這麼多的 輿論壓力 所以我會 如果我覺得在孝道上面 在孝順的方面 我會說爸 那我踢你的 那個就打 把它拿掉 什麼樣的影片 我們看一下 搞什麼東西看一下 火焰的那個 火焰的那個 我知道了 看完再做影片 我看一下 我知道遊戲什麼影片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 那是遊戲的嗎 對 那個是我高中的時候 高二的時候吧 科展的時候做出來的 這是 這是真的火焰槍 對 真的火焰槍 剛剛Melody還是說 這是遊戲嗎 沒有 這是真的 這是遊戲的畫面 不是 這是真的遊戲的畫面 這是真槍實彈 對啊 這是在北投拍的 那你當時在燒什麼 沒有 就是 單純就是試射 測試一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YouTuber 都有在做這種試射 我覺得 因為我滿常打遊戲 我覺得在美國 還有其他國家 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對 因為美國 它有些州是可以擁有槍械的 可是台灣是不能擁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交流一下 很危險吧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說是以 關心爸爸媽媽的角度 其實是可以不要過 我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 如果他是在一個合法的地區 對啊 我覺得我是能接受 飆車在 飆車場是OK的 如果說我現在在加拿大 我抽我XX跟你屁事 我個人會這樣 對 那我是在合法的地區劇情 但是我說 你在荷蘭的紅燈區 飄飲的季 對 那個是因為地方民族風行 是允許的 是OK的 抽XX也可以 可是在台灣畢竟不是 就是我後來發現他們擔心的時候 不是說新聞記者亂寫或怎樣 他是擔心新聞記者亂寫的東西 法官看了 會影響到你的判決 影響你的判決 對 所以父母其實是因為為了你好 他才就說 安卓你把東西先PO一下 因為這個時候是最敏感的時候 而不要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多多少少會影響 我覺得說很好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說 我做的事情又不是犯法 那如果你因為新聞這樣寫 然後你就改判我有罪 那該檢討的不是我 該檢討的是法官吧 當然法官要就事論事 證據到哪裡 犯到哪裡 他不能受媒體影響 有一年我去那個當證人 就是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毀謗官司之類的 就是某週刊 然後影射到某一個人怎麼樣 那個人就不爽 所以當時那個 週刊那邊的律師代表 就拿了一堆簡報說 我們寫得沒錯 你們看看這些報紙 這個事情不是只有我們在講 這半年來 每一個媒體都在講 他就把那些報紙簡報 全部放在法官的桌上 對 他就看那些東西 法官連看都沒看 看怎麼看 他丟一邊 他說 你們這個報紙 還是聽人家說的 這二手 三手傳播 我當法官 我看二 三手的傳播 我在判案 那我要當什麼法官 所以這法官叫我英明 他是就你們現在陳述的事實 他不會去看人家的 二手 三手的傳播來判案 沒錯 當就事論事的這種是比較好的 有的會牽扯其他 因為他會帶風向 就是現在比較偏袒哪一邊 我就是哪一邊 然後他會影響到家 他任期內的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能 所以我們覺得說吃吧 很不公平 但是我是說 如果你真的愛爸爸媽媽 就聽他們一下 老師 他們只是單純為我 壓力大了什麼 對 彭哥的個性這麼火爆 就我們平常所了解他 那你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他有暴跳爐蕾嗎 沒有 他沒有暴跳爐蕾 也不會解決什麼事情 所以他是用鼓勵的 對 反正事情遇到的就是處理 就是解決 家長你現在都是愛的鼓勵 沒有 又會照樣關 對不對 還是會照樣要跑這些程序 OK 了解 盆栽要減 公婆要扁 這種妖獸話一定是海產 海產 你怎麼會有公婆 不是 因為我的觀念是這樣 我自己是有這種比較 我要突破這種傳統的觀念 因為我覺得 對方的爸媽跟我的爸媽 不一樣 女生嫁過來 就要服侍我的爸媽 也不一定我 你媽媽人很好耶 對 也不一定我娶了她 她爸媽之後 我要去服侍 我覺得是要 對 你要不要服侍女生的爸媽 我覺得要互相尊重 互相服侍 互相 也不用特別去服侍 我覺得關係是一樣的 是唯美的距離 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所以因為這件事就發生在 我堂姐身上 因為她是家裡的小公主 她要嫁了 她這句話她跟我講了 她跟我說 盆栽要減 什麼意思 因為她說她不可能就是服從 嫁進去要開始洗衣 煮飯 洗碗 她說這件事都做不到 她說她就是要這麼做 就是那個兩性之間 要做自己 做自己 我想你吹牛 我們家就有這種吹牛的基因 怎麼可能 你嫁進去一定也是人家的 沒有 你們家不是吹牛 其實你們家是說話 你嫁進去也是那個 人家的小媳婦 我就想說算了也不信 那過年 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就去探訪她家 我就去 那個去 那個拜訪的時候 是親家公出來幫我開門的 我說親家公你好 然後坐下的時候我想說 為什麼 親家公坐啊 怎麼不坐 親家公站在旁邊 我說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 親家公你真的坐了 她就委屈巴巴的跟我說 沒有 她沒有洗碗 被那個 我跟你講 你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真的 你真的是 下次再編好一點好不好 錯錯錯 我跟你講 她真的家裡 家裡有訂一個制度 因為她也不想洗碗 但是她也不想占人家便宜 說都是公公或是老公去洗碗 所以她有訂一個那個 工作行程表 禮拜一 禮拜三 真的沒有婆婆 都有公公婆婆 輪流洗四個是公平的 她建立這個制度說 她家庭好和樂喔 有一次她公公 大家公婆 反而都不會有婆媳問題啦 反而那個公公也是 睡過頭忘了洗之後 她還知道自己錯了 自己委屈巴巴站在旁邊 看她眼淚快掉下來了 被發展 沒有站不行 沒有站就打破這個制度了 我就說 這個衝破傳統的制度下 你那個姑媽還是二嬸婆 三嬸婆 後來她到底另外一顆龍了沒 另外一顆做好了 可是 可是因為 因為她早期做的 年份有點不一樣 後來她也 她還記得圓回來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故事 在十一點熱炒店 是很多觀眾一直在追蹤的 就是 兩年前她來錄影的時候 有提到 你那個 那是誰二嬸婆 我三嬸婆 因為沒有錢 三嬸婆因為沒有錢去標會 所以標到錢只能做一顆 後來就一直停滯嘛 所以最近完成 另外一個也做好了 有騙 真的啊 她那個時候走路 走路一直跌倒 因為她會一直傾斜這樣子 然後現在 已經做好了 因為也是我去她家 因為那時候就只做一顆 就有點像貓被貼那個 你還幫忙 你還幫忙 那個貓被貼那個貼紙有沒有 她走過去 就是這樣子啊 好不容易做好了 沒有啦 因為她剛剛那個故事 我怕會被剪掉 所以 對啊 你家這一點 瞧瞧 你相信她講的話嗎 效果 你相信啊 但是我是覺得 現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兩邊互相都動 沒有說你一定要來我家 然後服侍我的家人 我覺得兩個是平等的 沒錯 哪個孩子沒有爸媽啊 對啊 我突然想起你這麼強悍 你結婚對不對 那你公婆就說 你公婆就說 我對我家都沒洗過來 為什麼我要洗你的碗 神經病 我來這邊不是來受苦的好不好 你娶到我 是鐵底紗麵紗 走過來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 你去搶牆那個公公家 你會發現他公公在那旁邊罰站 阿伯怎麼會罰站 搶牆就有這種罰站 沒有 我覺得如果他們尊重我 我是願意付出的 但如果他們本來就不尊重我 那我也不要給你好臉色來 搶牆如果你愛上一個男人 他說寶貝 我們一定要跟我爸媽一起住 我是紅生子 你會不會一起住 我會覺得他沒有用 還是你會搬出來住 馬哥 現在假設他是你老婆對不對 他嫁到你家了 然後你那個 你媽 他都 搶搶去洗碗 他說 幹什麼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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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這可以 這可惡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口氣的問題 就是你不要用命令是 因為我的老婆不是 嫁進來不是做雍容 哇 馬哥真的好愛心 加分 加分 馬哥愛心 沒有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去他們家 我是男生 我能力夠 我多做一點沒有關係 好好 可是你媽媽 如果你媽媽叫你老婆去洗 然後你去洗碗 你媽媽會恨你老婆 我來我來我來洗 因為這個就有多差 可是你媽媽會恨你老婆怎麼辦 不會 其實為什麼她也不是在那邊說 我不要 她也不會她就說 她一定會演一下 我來 我來 好 妳陪我媽聊天 我就去洗就好了 這樣就不用 那我還是在洗碗好了 我不用聊天 我想聊 我還是在洗碗 我不會洗碗比較好 她陪你媽聊天 會不會後來變成 我還是洗碗好了 我還是在洗碗 那我相信我的爸爸媽媽 也有那個性感 不會說叫她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 馬哥是有女兒的人 他應該能夠理解 對 我希望我的女兒將來也是這樣 對 其實說真的也是看你嫁給誰 對啊 現在比方說 男人 現在不考慮年齡 假設你嫁的是孫安佐好了 對不對 然後 你的婆婆就是迪瑩姐對不對 迪瑩姐說 去洗碗 沒有 叫她洗吧 沒有 叫她洗吧 她穿在幹什麼 我會阻止她 如果她真的那樣講的話 你會阻止媽媽 阻止 當然她說什麼風話 直接叫別人去洗碗 她也是個專長人 你會比較護老婆這邊 我都在 都是 一樣 還是跟馬哥一樣 一樣 一樣 我們都是男人 你先拿火焰槍的人 你在洗碗 沒有 這個也很好 那個不一樣 我覺得身為一個 男人有能力 就應該多做事 是 對 安佐有長大 有長大 有肩膀 對 男人本來就是要多做一點 對啊 OK